HIGH 大家好 我是正峰 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介紹我們益生A4手動平燙機喔 那首先呢 我會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按鍵啊 以及我們這台手動平燙機的功能喔 首先呢 我們先按一下我們的開關 這裡是我們電源鍵開下去 那上半部呢 是我們設定溫度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0到200度 那下半部呢 我們可以設定我們的秒數 基本上呢 看我們要燙印什麼 我們按一下Set 這邊可以設定我的溫度 有沒有 我現在設定150度 那這邊再按一下Set 這樣子 它就開始做升溫 然後這邊按Set 設定我的秒數 我現在設定的是30秒 一樣我們就上下鍵可以去調整我們的秒數 確定之後再按一次Set 然後就可以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會顯示它的溫度跟秒數 好 現在我要為各位示範 就是我們要燙印我們這樣的小餐帶 首先呢 我們把硅膠墊塞進去 因為它裡面是不規則型的 所以我會用硅膠墊來固定我們裡面的一些停整度 再來 這台呢 它基本上 這邊可以調節我們的壓力 首先呢 我會先確認我的壓力 轉這邊可以調鬆緊 這樣子壓下去 剛剛好抽不出來 這樣子壓力是適當的 再來 我們就擺上我們要燙印的圖 這是我們的DTF膠片 對 我們擺上去我們要燙印的位置 基本上我是置中擺 擺上去之後 然後一樣是燙 然後它就開始倒數 好 你看 時間到 這台會有提示聲音 然後我們就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一樣 我們DTF膠片就這樣燙上去了 燙上去完成 然後我們就一樣等它冷卻再撕除喔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膠片已經冷卻了 我們就將我們的膠片冷卻後撕除 有沒有 撕除完成之後 它就燙印上去了 那我們這台呢 A4手動平燙機 它的優勢是什麼 它可以輕巧方便 我們如果家裡不大的 我們可以在家裡擺出來喔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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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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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